今天的ET个股推介是中国电力2380 简选原因是环球市场短期需等待 有关新变种病毒Omicron 重症率和致死率的数据 与其各国封锁和限制措施暂时强化 港股短期内预料会震荡 选股方面由于港股受到Omicron 和内地互联网行业监管因素的影响 策略上适宜关注政策受惠股 例如是中国电力2380 中国电力近年持续大力发展新能源 证券商指中国电力在2016至2020年 新能源发电量的年复合增长率高达95.4% 今年头三季公司风力发电 和光伏发电的售电量 按年分别上升5.1%和5.3% 天然气发电的售电量上升接近11.6倍 中国电力昨天收市债部4元 亦市上升1.2% 策略上港股经过上个星期的大跌之后 短期仍然波动 如果大市存稳的话 可以hold3.5%附近收集 目标就是上望4.5% 失手3.2%就要减持了